看样子现在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施打疫苗的时间点都还不确定 只不过新北市政府在板桥已经打造了全国第一座的疫苗接种站 市长侯友宜早上也前往视察 面对前一天他拜托中央说让疫苗赶快进来不要再刁难了 虽然获得了总统府的澄清说没有刁难 不过侯友宜也马上有最新的回应 疫苗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战关键 所以整本疫苗要快一点进来 救护救命 张晓燕也是有感而发 她也是为人民在生命的边缘当中的抢救 心急而粉 大家加油 画面上我们看到是为在江紫翠重化区这里的疫苗站 采用货柜屋形式的方式来建制 不受到天候的影响 而且具机动性面积是超过1200平 一共有18个接种窗口 附近还会有大型的停车场 可以停放数百辆的汽机车 那么在启用之前将暂时作为裁剪针来使用 初期会先开三个窗口 预估最多一天可以提供2000个人来裁剪 市府就呼吁前往裁剪的市民 全城都必须要戴口罩 而且不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避免不必要的人群接触 在车子里 对 在车子里